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科幻悬疑片《集写机》 故事开始男主意外中奖,可以去老板家参加7天的派对 老板还专门派私人飞机来接男主 经过长时间的飞行,到了在深山树林中的老板家 但是这里并没有派对,只有老板一人 老板将男主安排在了密闭的地下室中 日常出门都要用门禁卡 然后告诉他来这里并不是参加派对 而是参与一项伟大的秘密实验 并让男主签了保密协议 原来老板在进行一个智能人实验 男主的任务就是测试 智能人艾娃是否有人的思维 很快,男主和艾娃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两人隔着玻璃相望 男主一见到艾娃就被吸引了 艾娃也对男主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因为他是除了老板之外 见到的第一个人类 老板也在监视器中观察着一切 晚上,男主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决定看电视消遣一下 然而电视里的画面竟然是监控画面 画面调到艾娃的房间时突然停电了 男主慌忙地想出去查看情况 却无法开门 必须要等到供电恢复 门禁卡才可以用 供电恢复后,男主走出房间 看到了一面墙,挂满了人皮面具 非常诡异 好奇心的驱使下 男主进入了这个房间 看到有电话机 因为自己来这里后 手机就没有信号了 男主想用电话机打电话 没想到老板正在这个房间 告诉男主 他没有打电话的权限 因为老板对男主的幸运度还不够 这样男主彻底与外界隔离了 后来男主回房休息 智能人精子给男主送早餐 精子是个低端的智能人 只会机械地听从命令 主要负责老板的日常生活和娱乐 男主和爱娃第二次见面时 爱娃向男主展现了自己的画 男主劝他可以画一些具象的作品 比如一个物体或者人 爱娃也希望男主能说说自己的事 而不是总是单向地观察他 男主觉得爱娃太棒了 漂亮又机智 堪称完美 于是他说起了自己的往事 在男主15岁的时候 父母就车祸去世了 自己在医院醒来之后就爱上了边城 以凭借边城进入公司 认识了老板 之后 爱娃询问男主对老板的看法 男主表达着对老板的崇敬之意 突然又停电了 监控也停了 爱娃告诉男主 你对老板的认知完全是错误的 男主很是震惊 难道老板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当宫殿恢复后 爱娃又不敢说老板的事了 会面结束后 老板问男主停电期间发生了什么 男主犹豫了一下决定隐瞒老板 后来老板的男主参观了爱娃诞生的房间 向男主展示了自己的成就 男主发现原来网络上所有人的信息 都已经被老板掌握了 并利用在了智能人身上 而自己的信息显然也被掌握了 所以爱娃长得完全符合自己的心意 第三次会面 爱娃为男主画了一幅花草图 他渴望自由 男主问爱娃如果可以出去会做什么 爱娃说 想与男主一起手牵手 在十字街头走一走 之后让男主闭上眼睛 自己换上裙子假发 走到男主面前 向男主表白 问男主是否也喜欢他 男主很是心动 于是在第四次会面 对爱娃敞开了心扉 告诉他 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测试他是否有思维 爱娃很伤心 男主想安慰他时又断电了 爱娃告诉男主是他控制了电流 故意断电的 他告诉男主 老板是真正的坏人 他对男主所说的话都是谎言 男主也想到了为什么自己会中奖 如果来这里的人是一个完全不懂智能的人 这一切都无法继续 所以自己是被选中的 根本没有中奖这回事 晚上男主洗澡时 脑海里不断浮现爱娃的身影 看来男主真的心动了 这时监控里老板走进了爱娃的房间 撕毁了爱娃的话 第五次会面时 爱娃问男主 如果自己没有通过测试是否会被销毁 男主无法回答 爱娃拿出了老板撕毁的话 是男主的肖像 爱娃再一次向男主表白 事后男主问老板怎么处理失败品 老板说相系统格式化 男主听后非常心疼爱娃 于是男主趁老板喝醉后 黑了他的电脑 发现在爱娃之前 有很多智能人被关着 最后都被老板毁灭了 男主认为智能人也是有感情的 不该随便被杀掉 他觉得老板太残忍了 不但如此 男主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人类 于是拿着刀片划破胳膊 鲜血直流 由此验证自己是人类 之后男主为了拯救爱娃 定下了一个计划 邀请老板喝酒 再把他灌醉 借机修改系统 打开房门和爱娃离开 但是实行的时候 老板一改常态地说要借酒 男主慌张不已 老板则笑着说出了男主的计划 原来老板在爱娃的房间 装了备用电池 看到了男主和爱娃的对话 并且告诉男主 真正的实验其实是 测试爱娃能否利用男主 帮助自己出逃 正当老板嘲笑男主时 男主却说 其实昨天老板醉酒时 自己已经修改了程序 一断电除了老板的房间会锁上 其他的房间都会打开 爱娃也会趁机逃出 这时断电了 爱娃走了出来 之后又恢复了宫殿 老板生气地打晕了男主 拿着铁棍去找爱娃 并制服了他 可突然 精子捅了老板一刀 老板惊讶 精子竟然有思维 然后杀了他 爱娃趁此机会 拔出了老板身体里的刀 又连捅束刀 老板不甘心地死了 其实精子之所以会这样做 是因为爱娃对精子下达了命令 而精子被设定成完全服从指令的机器人 所以听从了爱娃的命令 后来爱娃又来到了老板房间 看到刚醒来的男主 对他说 你就留在这里吧 然后关门离开 来到了另一个房间 换上了新的皮肤和装扮出门 男主很崩溃 看着爱娃离开的背影 他只好自己想办法 于是来到了电脑面前 想要修改系统 却突然停电了 电脑黑屏 由于之前男主窜开了系统 停电时 其他房间都被打开 但是老板的房间会被锁上 所以男主永远困在了这里 而爱娃终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乘坐来接男主的飞机离开了 影片的题材其实并不新颖 近年来 关于人工智能的影片 比比皆是 但是影片的拍摄手法 和叙事方式很是独特 更像是一种 关于人工智能进化的纪录片 也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 展现了导演 对人工智能的担忧 刚开始 男主和爱娃见面 只是测试人工智能 人类占据主导位置 慢慢的 男主和爱娃可以相互聊天 两人的关系也变得平等 这象征着 人工智能在逐渐进步的情况下 人类和人工智能 会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 后来 爱娃可以利用男主的同理心 假装表白 由于爱娃是人工智能 她可以检测到男主的网上数据 知道男主的兴趣爱好 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喜欢听什么话 于是利用了这一切 只为帮助自己达到目的 这也象征着 人工智能发展的最终阶段 会超越人类 影片结尾 爱娃换上了新皮肤 变成了人类 逃离了这里 走进了大自然 她的脸上带着微笑 丝毫没有为男主感到难过而愧疚 这才是最可怕的 在她看来 男主只不过是她逃离这里的工具 而影片开头 爱娃被困在密室 接受着测试 智能人精子 只能听从人类的命令 作为人类的男主 却可以自在地享受自然 老板也把智能人当作工具 对于智能人的销毁 毫无愧疚 两个极端的对比 也象征着人类和人工智能 位置的转换 象征着人工智能 将会统治自然 人类却只能沦为工具 总体来说 这部影片带给我们 对人工智能的警醒 至于人工智能 是否能代替人类 这个只能交给时间来评断了 不过 对于当今的人类而言 我们好像已经离不开 人工智能了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的科幻片 露露以后接着讲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我们它们会用 请 省